人生七年系列 人生七年是在网上被网友誉为 世界上最伟大的纪录片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项目的话 我可以大概介绍一下 它就是最早的时候 一个英国的制作人 然后他呢找到了一群七岁的孩子 当然这群七岁的孩子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 然后每七年拍他们一次 那七岁一次 十四 十四岁 二十一岁 二十八岁 现在最新版已经拍到了五十六岁 在两年之后呢 我们会拍后面的节目 就是六十三岁的这个版本 所以是世界上最长的纪录片 所以网友也经常称为最伟大的纪录片 无独有偶 除了英国版本之外呢 我们也做了日本版 俄罗斯版 美国版 在央视的这个播出呢 也是影响了非常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通讯视频现在是网络上是独播的 我为什么在这里已经显示一个卖过了的节目 其实因为我真的很想说一下 如果您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 纪录片方面的制作人 请考虑一下做中文版的UP 在1964 《Granada Television》 组合了一群七岁的 从全世界的国家 从全世界的生活 I'm going to work in Melbourne I mean the Financial Times They talked about their dreams, their ambitions and their fears for the future Everything blew up in my head It all landed on my head For nearly half a century in a unique, ground-breaking series of films we have followed their lives every seven years They are now 56 Now they are 28 We hear from them again At 14, we return to film them again I think it's a tough day at 14 I don't think so, it's not for me You just deal with the odd tormentor of boys in school every now and again You just ignore them because they'll mature eventually Girls, girls, there's so many girls in the world who couldn't mess up your head Especially for a young boy I come across very confident But like in my head It's not that absolute I think I've got I'm going to show for my mother for today's birth I know that the wait for 7 years is a long time But if you want to make a great record 7 years is worth waiting Camping the Nation Alive 是一个医疗的纪录片 那我为什么把它放在我这个演讲中的作为第二个片子呢 是因为它的拍摄手法非常非常的独特 它一集呢一共有八集 一季里面一共有八集 但是这八集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素材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 它在一天之内拍出100个拍摄团队 然后在全国各个医疗的这个地方 包括医院包括诊所包括急诊室 然后拍出了全国就是整个医疗系统的一个宏观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次获奖的一个医疗类的记录片 这就是一张照片 你的健康系统的健康系统 在一个24-hour period 在全国的区域 在全国的区域 从 birth 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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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死 不行 是 站起来 大学 这是 中国公司 对 我说 这台湖 很少人游泳 每天所有人的物件都会议成母亲友 有破捕相比像 战俏裁我 任何季家 第一日 一詼 放很多 observation 就是RK.I.Y. KEEPING THE NATION ALIVE 那下面這個我要介紹的是一個非常刺激的紀錄片 看上去很像電視劇 雖然它是真真正正的就是真實拍攝 這個紀錄所的故事 裡面用了很多固定攝像機的拍攝手法 當然也有很多手勢攝像機的追蹤 我們來一起看一下 我把半部放在後面 另一半在前面 只要輕微撞進去 看看是否有空在門口 這是一個普通的方法 是否有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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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其他人是否有所謂的 是否有所謂的 我可以建議 但是現在是否有所謂的 是否有所謂的 如果是否有所謂的 會有所謂的 固定攝像機的 可以讓他來解放 但你不是在那里 我不是在那里 我不是在那里 我走到那里 有啦 別再来 我一直在跑 我不是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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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在那里 他在这上长的城市 我愛我 我愛你 I'm not letting them get away with it I'm not letting them get away with it 下面这个我要介绍 从真正意义上来说 我觉得它不算 很严谨的一个记录片 它更多的是 Factual Entertainment 就是计时真人秀节目 它呢是说 有一个人 他有一个人生的重大决定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 然后呢会有50个陌生人 跟着他走一周 之后呢来帮助他 做这个重大决定 当然这个决定可以是说 我是辞职还是创业 我是结婚还是去环球世界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重大决定 那我相信 有这样重大决定 人数很多 这个也非常适合 去做中文版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空中文版的 我的名字是Amy Rechets,我25 我要去決定我去做我的生活 我來做我的模特兒 我來做我的模特兒 Amy,我會說這在最好的方法 你會有少許感受到眼睛 她被决定了,她被决定了 我失去到我家三年了 我还没有做到我家的交流 我不会太干扰 我不能做到我家的交流 我做不到我家的交流 我只是没有做到我家的交流 我明白她有一个交流 她有一个交流 我不用了她有一个交流 她有一个交流 她有一个交流 我只是有一个交流 Omí 也許下一個男士 Amy 你準備好了這一次嗎 Yeah You will not say that you forget him You will say that you need to say goodbye 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 但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 但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 这是最好的,最好的,最好的 我会做的,最好的,最好的 因为,你会完全没有任何的 我会改变我的生活 我会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节目 那接下来我们看两个非常新潮的 非常适合视频网络的这个节目 首先这个呢是Secret Life Students 那大概我们翻译成这个学生的这个数字生活 那它其实它的什么这个什么 节目的这个制作的手法是这样的 它会每一个学生 它找一些学生 然后每一个人给你一部手机 但这个手机呢是本身已经被hack了的手机 那也就是说节目组的编导 可以看到你手机里发的一切信息 从而这样来看来做你真实的人生生活 和你手机里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对比 其实很多人是不同的 也许它表面上是一个不出生的一个宅男宅女 但是在它手机世界里呢 它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这个是用手机 用数字生活来展示出完全不同的人生 那我们一起来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这是大家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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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没有秘密的 有没有秘密的 你会变得很专注这些小块的 metal 因为现在你会变成了 你需要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好